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黄勋才总理表示 政府在更新政策时 任人危险、多元种族 以及维持清廉等核心价值观和原则 将维持不变 不过在推行政策时 可以做出改进 总理也指出 政府制定的育儿政策 注重于营造亲家庭环境 培养亲家庭文化 以鼓励年轻国人生儿育女 记者聂国威报道 黄勋才总理上任满百日之际 召开记者会 同媒体分享他接下来的一些工作重点 他在国庆群众大会上 强调更新政策 但维护任人危险、多元种族 以及保持连接的原则 是不会改变的 谈到育儿方面时 总理说 生儿育女是个人选择 但政府可以做的是 投入更多资源 营造亲家庭环境 改变人们的思维 这从过去 直接奖励人们生育的做法 有些不同 总理也指出 解决生活费上涨 和更好的照顾年长者 是政府关注的重点 他说政府通过各种措施 为不同群体提供援助 这包括所有家庭 都可以获得的 社理会邻里购物券 还有针对性援助 如生活费特别补助 总理表示 在今年的群众大会上 没有机会详细讲述 我国的外交政策 他接下来会找机会 向国人深入阐明这些课题 他指出 外部局势对新加坡 构成直接影响 在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 与其他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 至关重要 总理表示 接下来将继续走访各个社区 以聆听和了解国人的看法 在制定政策时 他将把国人的意见纳入 以便为国人创造 更美好的未来 新传媒新闻记者 聂果卫报道 中文 年чит并 faj合 这一 목 Gri 天咱